在北方说实话 像阿佑家庭这样的状况 会经常地发生 特别是南方人 刚刚到北方的时候 这个气候干燥 他们真的是得适应一段时间 刚才他们说 去找那个小王师傅 我觉得可以问一下 我们的政大专家 正老师您初步分析一下 是为什么俩人都流鼻血 其实是 这个环境干燥 的确是会引起流鼻血 当环境湿度 特别低的时候 我们知道大量的水分 就通过皮肤粘膜就丢失了 对 就丢失 我们叫 干瘪的人 对 就比较 你看我多水 你养回来了 湿润的这个环境 它会使这些皮肤粘膜 就会保水的能力 就会比较强 那么通常情况下 室内的这个湿度 和大气中的湿度 让人比较感到舒适的 是50%到60% 就没感觉到 没感觉到 但是有时候室内温度达到了26-7度 甚至到30度 那那个时候湿度可能仅仅有百分之十几 那这样的一个很干燥的这种一种环境温度 就会出现刚才小品演的 就是它好水 如果要是环境湿度达到50%以上的时候 皮肤的这种不显性湿水就会大幅度的降低 那么皮肤的锁水能力就会增强 所以皮肤就比较湿润 棉膜的锁水能力就更差 当环境湿度下来的时候 整个皮棉膜都出于干燥状态 它为什么出血呀 因为太干燥的时候 对对对 它本来已经很干了 稍微用机械性一次的 那血管就过去了 导致了就是出血 对 最好呢 买个温速度表 那我们就看看这湿度现在是多少 如果你室内的湿度都15%了 你想想就增加了我们患流感 普通感冒的这个风险 家里有小baby的湿疹发病率也会增高 那宝宝就一感冒了 就也有一些像肺炎除菌啊 这样的细菌也会感染 那宝宝有这个患肺炎的几率 湿和宝宝的湿度大概是多少 通常情况下就是湿和宝宝的湿度